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但我就觉得都要看别人给不给机会你 而机会你的时候就要好好把握 都是的 上一节我们提过 残疾人士难有工作机会 好在还有些雇主愿意推动共融就业 为残疾人士提供工作岗位 平衡社会上也有有心人 智力促进共融就业 为残疾人士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 这个有多少冰 这个有一半冰就可以了 一半冰 是 我们现在放在下面 是… 那东西就在上面 是… 好的 是 我们主要是请残疾人士 我们会有听障、SEN 然后会有商残人士 因为我们想打造一个共融的餐厅 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类别 也会有支援给他们 比如听障的同事 我们会有一些手写的笔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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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iff 如果有些同事有记性会变差点的话 我們都會做桌號 或者是做一個圖片的手冊給他們 然後來做 因為他們認不出字 所以我們都會做圖片 我們11號桌的客人 我們就叫了一個東檸茶 我們就拿出來 現在先生坐那裡就是了 那你拿出來給他吧 謝謝 客人走了之後 我們就拿一個托盤 把東西放進去 收回所有東西進去 你試試吧 但我們其實最想做的是一個多元的共用 不是單單一個範疇的一個共用 各種不同的範疇 其實在這裡都可以發揮到他們自己 其實我們過往聘請的陳人士 他們會比較珍惜自己的工作機會 他們會更加願意學習 因為可能他們本身在外面 社會上找工作的難度比較大 他們都會覺得有人願意給我機會 他們就真的會很把握 我想透過他真的做多一點 我們都給他一些鼓勵 他們對自己的信心大了之後 其實可以做的事情 是比他自己以為的多 即是他以為他做不到 但其實他做到 那慢慢他做得多一點的時候 其實他們自己的信心都會變得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部主都可以真的考慮 說平行陳人士 其實他們… 有些人可能說 我好像要教很多 其實…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一開始可能要花多一點時間 但後來其實他 跟平時的員工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他們都可以做到一般人的水平 根据立法会最新发表的数据透视 在平等机会委员会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 进行调查的投诉过案之中 大多数都是与职场有关 究竟现在残疾人士 在职场上面对着什么困境呢 我们作为服务神圣社机构 我们自己本身都开始一些社企 社企当然我们最了解 我们服务对象的一些需要 我们都会在一些纲位上 在一些工作上做一些调色 再配对我们的服务使用者 我们试过了 你们可以用这些方法 如果真的想请一个残疾顾员 我们有些样板给你们看 如何可以在硬件 或者如何在工作的偏配上 人手的安排上 如何可以做一些调配和调色 我们都是想将你的经验 传递给我们合作的一些公开的顾主 整体而言 我认为雇主 其实现在接纳职残层时的机会 都是高的 但是可能去到前线 或者前线的主管 他们可能不太认识 或者不知道如何跟陈迟雇员相处 或者如何督导他们 在这方面其实他们都需要更多的支援 和更多的帮助 但其实在政策方面 其实能够做的可以更多 例如老公署都会给一个雇主 拼用一个残疾雇员 最高是可以拿到六万元的津贴 但为期都是一年的 亦都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 有时可能用了一年了 拿债都六万元了 可能雇主都会考虑 我想会不会试试请另一个人 令到原本的雇员 合约或做完一年了 就没得做 他又要申请另一份工作 其实在消责雇员 有时适应一份工作的时间都很长 半年或者超过半年 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发挥得好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适应那份工作 但政府又被雇主的津贴停了 那他们会不会浪费了一个机会 另一方面 陈俊雇员真的要去申请工作 很需要教导他们 政府现在会给 大概在一千元左右 给指导员的津贴 但一千元 给那位督导是否吸引 你也做了很多东西 不如给这些津贴雇主 令到他们可以 另外请人去督导他们 反而这个可能还帮到雇主 心理上更容易地请一个神职雇员 根据这个服务 其实我们不是帮他 只是配对了一份工作 他入职之后 我们至少要跟进他十二个月 我们也希望一个整体 起码有一年的跟进 一年之后我们再检讨 究竟需不需要 继续提供服务给他呢 俗语说辛苦找来志在食 我们努力工作都是为两餐 珊姐 好像我们昨天说到土瓜环 有车手送外卖 他们很努力送外卖 有时为了准时还冰行险着 贪方便洗上行人路 但他们这个行径也挺危险的 很容易撞到行人发生意外 究竟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这个情况呢 这些情况其实都维持了好一段的时间的 我们发觉最近就越来越严重 因为繁忙时间 比如说中午吃饭 晚上这些高峰期 很多市民因为他们生活的习惯 所以他们会订比较多的外卖 订完外卖之后 车手收到单了 就要用很短的时间 很迅速的路线 就要送到顾客里面 不然就怕他去投诉 影响他后面的接单 那他的单一接得多了 上单还没做完 又趕着下一单 那他就要走一些很快的捷径 如果走行人路就不用红灯绿灯了 那议员 你们有没有向有关方面反应或者怨疑呢 其实我们之前都跟警方做了一个行动 在街上派宣传单张 呼吁大家车手 在行人路的时候就下车推车 还有绿灯的时候 登的时候就要遵循交通规则 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踩车 另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执法 有一个阻碍的作用 希望告竅或者是希望叛御多些 令到是提供安全 令到市民就不要被撞到 亦都是造成更多的伤害等等 看回道路者使用守则 单车被视为车辆 在道路上踩单车人士 同样有责任遵守适用于驾驶者的规例 即使是要用行人过路柱 幻过马路 骑单车人士必须下车 用手推动单车前进 更何况是行人路呢 若然单车系上行人路 那又会不会触犯法例呢 如果撞伤到途人 法律又可以如何保障他们呢 陈律师你好 如果单车驾驶者 将单车系上行人路 其实会触犯什么法例呢 其实很可能已经触犯了几条法例了 是简易程序至序条例里面的公众妨妖罪 又或者在道路交通条例里面的 老妄地擦单车 或者不小心地擦单车都可能已经干犯了 在某些情况之下 例如在行人路上 已经有行人在使用中 或者欺来让往的 他们这样的擦单车的行为 有机会已经触犯了 一个老妄驾驶单车的情况 那会有什么罚质的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被罚款港币2000 以及监禁三个月 那如果单车使用者 弄伤途人 途人又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都是可以透过民事法庭作出控诉的 首先第一件事 当然要先报警 等警方去调查 到当时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 究竟是谁是驾驶者 如果已经是一些 有买到保险的车辆 可能会有第三者保险 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 那如果那辆车辆 没有买保险 又可以怎样呢 其实在社会福利署 也有一个交通意外赔偿基金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向社会福利署 透过这个基金申请赔偿 准时送到餐 重要 但生命就更加重要 希望各位外卖神车手 准时送到餐之余 同时间都可以好好 遵守交通规则 以免因笑失大 今天就牵起一片九龙城寨情怀 我知道九龙寨城公园 近日开始每日都会免费 提供道赏团服务 由专人带领 观赏原来的遗迹和设施 有兴趣的朋友 就记得要留意官方网页 至于报料 欢迎大家WhatsApp 去到68960931 明晚继续一线搜查 2023年 一场八年一遇的豪雨 就令沙田区内 发生多宗山泥倾射 而大围和火炭的明渠 也遭受严重破坏 自去年起 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门 已不断强化各项的基础设施 以应对恶劣以至极端天气 只不过 4月底一场红雨 依然杀不少市民一个措手不及 紧贴时事 一线搜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